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会御书体的修补笔法 和重复回笔两大书写技巧 可以让你一支笔闯天下 再结合书写带有吉祥寓意的好字 那不管你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哦 毕竟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嘛 所以在接下来的四集节目中 我会教给大家代表祥瑞福气的实用好字 这也是管方老师出去辉豪时常写的字哦 吉是御书体常用入门好字之一 其意思包括好的 顺利的和有利的事 在学习吉这个字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部首口部 也是御书体里最具代表的写法之一 可单从字形上直接表现圆的概念 那我们就来写字吧 在写集之前 我先来示范口的写法 口第一个笔画很重要 竖它会以斜度向中心线斜进来 好 第二个笔画往右上方做抛物线的动作 结合到竖的笔画 最后横左低右高再盖过去 横不需要太长 御书体的口 它会直接表现圆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把口带入文字当中 积以上下为主分为两个部分 横左低右高 直接写口 结合到第一个笔画 之后再写一个横画 最下面的横画不需要太长 头尾笔的呈现很重要 可以让文字看起来更有精神 更完整和圆润 积的文字结构为上下的组合字 下方的口会依照上方的横的角度去做抛物线的补控 让整体字形更完整 集 这个字你学会了吗 学习御书体简单又有趣 只要你肯写一定会进步 接下来就有李清河大师为大家带来一笔字表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我们每周二晚上十点会上传新的单元 每周五会有本周课程的英语翻译影片 记得准时收看 我们下周见啦